encingR 许多宝 dej 作词冯策 作曲 冬赏 作曲 冬赞 编手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陶夜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我怕你却靠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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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靠近我 远远 我们可以先做朋友 有空 我怕你却靠近你 潘总 我先告辞了 你却靠近你 你可以却靠近你 走 小心小心 张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可能是从香港开车过来 有些累了 你平常去做身体检查吗 坐着 放心吧 你现在这么累 还是不要开车好了 我就受不了接你 喂 师傅 对 我们在饭店门口 过来接我 谢谢 胡总好 老板 都这个时候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跟雷银公司的合作计划 有点差 我现在没有共享这些 是啊 那你就继续在这儿 看着维林被君墨带走喽 他们两个今天穿得还挺配的 两个人怎么走那么近 君墨说了一些什么 维林笑得这么开心 维林真的要被人家带走了 他们上车了 老板 你要去哪儿 喂 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女伴啊 还说不去 关键时刻还不是得靠谎 想 希望你喜欢 倩语 你这是 我 要和你们去图学会啊 对了 那个 我的车被淑为开走了 陈叔今天也没上班 麻烦你们稍我过去吧 走吧 别迟到了 哎 倩语 你自己吗 不是说今天晚上的同学会 不能一个人去过 你这样做的话 我被大家轰出来呢 我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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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君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他们在里面拍的 哎 君墨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君墨 大陶 以前就喜欢拍照 怎么样 出去当事也知道 不是啊 我自己开了家影头 难得这么多同学聚会 我就负责带相机 给大家拍照了 不错 君墨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助理林维林 君墨刚回深圳找不到女伴 我就把我的助理借给他了 是不是 君墨 对 他借我他的女伴 我本人借给他 我这种难难可贵的人才 已经进入恒生 对吧 兄弟 所以把维林借给我 也是应该的吧 千语 你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还把这么漂亮的助理 借给别人 不会吧 千语 堂堂的恒生大老板 你还孤家寡人 对 你看 那不是许展吗 千语 真的是她呀 你在这儿啊 你怎么来这里 来给你个惊喜啊 千语 好羡慕你啊 工作上一个美女 生活上一个美女 坐拥两大美女 还孤家寡人 千语啊 你可真是厌赴不浅啊 来 来 来 大家注意了啊 听我说啊 大家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接下来呢 我们玩点游戏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从法国带回来几瓶红酒 今天呢 大家这么开心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当做奖励 你一会儿玩游戏呢 赢的人就可以把它拿回家 好 好 游戏现在开始 大家一起重复我的动作 第一题 我会给大家播一首歌 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 好 我们不但要说出歌名 还要说出演唱者是谁 是谁做的词 谁做的曲 这首歌好像叫原谅 是汪苏龙的歌 但是 是谁做字做曲的呢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哦 所以你会有你 原谅 你不去旭 喂 我在图书馆呢 怎么了 你给我五分钟时间就好 不要说话 自己听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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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林威玲 十八岁女生育 她因为要承高科 还在学校里面有温馨 麻烦提问 下面 我们为她播放她最喜欢的一首歌 原谅 原谅 您希望她一切顺利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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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一怀念 我以为你承受的昨天 原谅 没有 我尽力 但是 宽则 这给你 我费了很大劲你才买到的 我一个大男生走在路上去这个 大家都在笑话 你干吗 大家都看着呢 那就让他们看吧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开心最终的 还有一张前面专辑啊 谢谢 那我们走吧 去哪儿 我想帮你过生日啊 走吧 是原谅 二零一二年 由艾丽娅作词作曲 王苏隆唱的 好 丁小姐答对了 恭喜啊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威玲啊 你喜欢原谅吗 第二题 请听题 高中的时候喜欢 大家都知道提拉米苏 是一款非常浪漫的蛋糕 它起源于意大利 相信大家 听说过它很多的传说 今天我要问的是 有没有人知道 提拉米苏 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是什么 不许用手机啊 被你发现了 是永恒的爱 不 好香啊 别急 还没放烤箱呢 这是什么啊 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 不是这个味道啊 一般的提拉米苏 是仿白兰地的 我是因为怕你喝多了 所以就把它化成 马什拉红酒了 你知道提拉米苏 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 是什么吗 什么 提拉米苏的意大利 发音就是 提拉米苏 提拉就是提和拉的意思 我就是我的意思 而苏是向上的意思 组合在一起 发音就成为 带我走 记住我 要回来 所以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一定要记住 带我走 记住我 要回来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用紩油 提拉米苏意大利 发音 基拉米苏 埃娃是提拉 咪 是我 苏 是向上 合起来 就是带我走 记住我 要回来 太厉害了 又回来了 太厉害了 家人要加油啊 林小姐连续答对两道题了 不然这些酒啊 全被林小姐一个人拿走了 大家打起精神来 第三题 第三题是和前两题 完全不同的题目 我想问的是 在我们头顶上的银河系里 有多少颗 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有没有人知道 这也太难了吧 怎么回答呀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人 有两千亿个 就像天上银河系里面的星星一样 大约也有这么多 每颗星星 与星星之间都离得很远 就像我们人一样 一个人 遇见另外一个人 是两千亿分之一的奇迹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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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两千亿颗星星 好 恭喜千亿啊 好厉害啊 好 千亿珍 银小姐获得两瓶酒 千亿获得一瓶酒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快来 快点快点 一二三 千 今天玩的好 拜拜 是啊 希望以后咱们成继 没问题 好了 走了啊 卫林 卫林 我们走吧 好 好好好 打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走啦 来 先走啊 千亿 咱们也走吧 好 你们身上 贱人 也就是刚四言 对他 我不介意 他们两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跟你没有关系 可刚才在路上 你一句话都不说 你是心里面在想他们吧 跟你开玩笑的 不要生气 说实话 你比他漂亮多了 这些人工美人 怎么能跟你的自然美相比呢 所以呢 林小姐 如果你有兴趣当明星的话 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朋友很多的 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总要比 给胡总当助理强一点吧 好了 不跟你废话了 我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林大明星 晚安 我今晚能有道理 我已经找到视频里的那个人了 他叫找理工 原来是恒盛的一名保安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联系方式 发给你 谢谢乔总 你一直都说 只相信自己调查的结果 现在真相就在眼前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以前的话是真是假 爸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要丢掉我一个人走 我好想回到一切 我们四个人就像一家人一样 爸 这一切能不能不发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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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